來做一個木瓜牛奶 給大家喝一下 手拿水果刀 秀刀工 侯友宜化身喉廚師 開啟料理講堂 把木瓜牛奶端上桌 一天吃一碗木瓜牛奶 保證你皮膚 幽默默的泡泡 大讚在地木瓜有多好 侯友宜搭配手勢 拼命花停止下來 不說還以為轉到購物頻道 有一排親手打出 木瓜牛奶少不了 還加入蜂蜜調味 台灣的目標有夠熱就有夠讚 有夠好熱 夏天喝一杯木瓜牛奶 新涼已破棄 侯友宜當起推銷員 用行動力挺台灣果農 小短片PO上臉書 要吸引選民目光 積極經營網路社群的 當然還有對手蘇貞昌 現場的朋友大家看 一個竹筍你在家裡買 從菜市場買回來 或者是看到大概一隻竹筍 就是這個樣子 手拿出頭蹲在筍子圓裡 蘇貞昌直接走進產地 分享筍子如何採 怎麼吃最好吃 但這樣還不夠 從肚子這裡中間畫一道 畫一道 然後畫一道 聲聲下去 不要客氣 然後就是背卡 穿上圍裙把太太都找來 一起洗手做羹湯 小鑼身手 不管是涼拌綠竹筍 或是綠竹筍湯 蘇貞昌臉書開直播 和網友買禮推銷 馬上吸引2.1萬人次點閱 蘇貞昌侯友宜不約兒童 在鏡頭前辦起叫賣歌 不只要吸引鄉民的目光 更希望點閱率 都能一一變成選票 三立新聞潘堅華一鈴 新媒體報導